哈囉 歡迎回到我們一家再大阪的頻道 我是阿煙 我是阿輝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移居來了大阪的朋友接受我們的訪問 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有最新的影片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開始訪問之前 不如你們自我介紹一下 看看觀眾可以怎樣稱呼你們 哈囉 我是阿輝 哈囉 我是阿輝 我是Taka 據我們所知 你們都是用經營管理簽來大阪 可否告訴我們你們來了大阪多久 我們大阪來了大阪半年左右 你們有沒有什麼原因 是令到你們產生來大阪這個年齣 其實本身自己都很喜歡日本 基本上一放假我們都過來日本這邊玩 就是和我們一樣 哈哈哈哈 除了喜歡日本之外 他有沒有多少少的推動力 令到你有這個行動 剛好在香港那邊的生意 因為我們之前都在香港做生意 我剛好想要去其他地方試試 我們想知道你們過來日本的手足 你們是自己去處理 還是找中介幫忙辦文件 我們找香港那邊的中介幫忙做文件 你那時候是一半年前 其實已經開了關 你也是找中介去協助你們申請所有東西 是 當時就 其實在疫情差不多完結 之前我們就開始去找一些資料 有找過一些日本書士 亦都有比較過香港的中介 去考慮一下用哪一個方法去幫忙 那中介方面幫不幫忙 其實很OK的 很OK的 可以說一下怎樣OK嗎 我們通常聽到很多中介都好像不是很OK的 竟然是很OK 很OK 很難的 說什麼都可以回答你 OK 譬如中介我們有些事情是我們未想到怎樣處理 他們會幫我們想一下怎樣處理 怎樣可以完成這件事 即是想得遠一點 即是你們未見到的問題 可能他們都已經說了一點 或者可以告訴你 他們怎樣去解決 對不對 對 哦 那我們都比較少聽 通常我們自己的圍內朋友說 可能都會說 中介來到 可能就已經完成了 即是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那他們來到之後的後續 售後局沒有 又沒有呢 我也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下機最大困難 就是因為日本 即是日文我們不是很厲害 其實你一下機我們需要去做一些日本文件 基本上你去市域鎖那邊我們是很大困難 嗯 是登入的時候 因為他問了很多東西 還有填表那些 是的 那我就當時立刻打給Agent 那Agent 他也馬上幫我解決了一些問題 也說不如給電話 市域鎖那些人去幫我們說 他就完全… 還有一個輔助翻譯的角色 是的 這個是要另外收費還是不用的 即是泰蘭档朋友幫忙 也是朋友幫忙 也不是說你這樣翻譯要花多少錢 完全沒有 真的蠻好 我知道你們還有一個女兒 但是女兒入學的時候 即是說你去市域鎖溝通的時候 都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的樣子 困難就…應該也沒有 因為我們去日本 去市域鎖登記員 市域鎖的人員就約了我們去… 即是隔了大概10天左右 進了我們去學校 跟校長那邊開會 聊天怎樣可以幫到女兒 都蠻好 我們知道其實Eric 還有一個很大件事發生了 在他移居來日本之後 就是因為他不舒服 所以去看醫生 看醫生很正常 但是你的看醫生過程 就有點不正常 可不可以說一下呢 是的 因為過來的時候 不知不知道 當時都病得挺嚴重 即後走不了 起不了身 即是下半身無力 是的 就站都看不到 上不到廁所 是的 那家家你擔不擔心 因為你擔心人剛剛到一個陌生 即是新地方 那你們那時候就很無助 好 下都是 頂眼上 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 隔了幾天 已經不對勁 真的要叫車入醫院去做檢查 是的 在第一間醫院我們其實都住了大概三天左右 三天 我覺得入院時他要你留意了 因為你走不了 其實他是不讓我留意 不是讓你留意了 不是 說了兩三個小時 他跟他聊 說可不可以讓先生留意 因為我們住那裡要上樓梯 我一個女人是不能上樓的 剛剛來到沒有朋友 甚至是有朋友都可能住到很遠 那完全是沒有人幫我 那他就跟那個醫生溝通了兩個小時 剛好有個護士是中國人 他講了普通話 他都很樂意幫我們 那最後就講點數 我先生可以留院 留院 但是問題就是我三天後出院的時候 都沒有好轉 其實也有那間醫院可能比較落後 應該可以這樣說 是的 他只會跟我說 那你一個禮拜後回來檢查吧 是的 但是我發了一個禮拜 不是啊 都走不了啊 我怎麼回來檢查呢 那我太太就直接跟我去醫院 就視像給醫生看 我現在情況是這樣的 但是醫生又可以開藥給我 就是 嘉嘉就代你 然後就去應付了那個appointment 但是當時你就是在家裡動不了 然後他就拿電話 這樣跟你們的醫生這樣視像 然後他又繼續開藥給你們吃 是的 他開藥都是問你開 你想要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還是一個月 哦 就是他跟你視像 診證完之後 你還可以選你要的藥的量 是的 但是你住院的過程 他有沒有跟你做任何檢查 我入院的時候 就是白車到醫院 其實差不多跟我做完所有的檢查 例如照射CD 鹽血 X-ray 全部都做完的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好像他也有診斷過一個症狀給我聽 但是我問回 因為我香港找到悉悉醫生 然後我找到一個香港醫生 他說 咦 不是啊 這個診證其實跟你現在發生的那件事 又不是很合適的 他說應該未必是這樣 我記得名字是通科性組織炎 對 就是你要有傷口 你會發炎才會衍生到有這些問題 但是他沒有傷口 沒有傷口 即是沒有受損 即是沒有刮傷 即是沒有明顯的傷口 令到他發炎 哦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說他開藥給你任你選擇 那你又吃了多久的藥 都差不多一個月 都差不多一個月 即是那個醫生給你的藥 你就多吃了一個月 那賣的情況是 都是下半身沒有 因為我吃了只是抗生素 剛好我香港有個朋友 又在香港做護士 就過來嚇我們 他說不是要抗生素 不吃不太久 還有你抗生素吃一個月 沒有效 就真的沒有效 那你當時有沒有很害怕 我都預料他 可能一輩子都是這樣 可能我要背起貧桃家 即是我自己搞定 你去想到這個地步的例子 我想要出去打工 或者回香港 想到最愛力就回香港 嘩 都很害怕 但是之後的發展又是怎樣 之後我們聽完護士的建議之後 即是你朋友 然後我就打回 為什麼要不說 是剛好那個代理打給我 然後他就問我 近來是怎樣 我說整個月都不太好 那個護士的朋友說 那個正態是OK的 然後他就馬上幫我找一下 日本有沒有其他醫院 後來他幫我找了一間 在日本是醫療學校 其實他是給一些 醫科生 對 醫科生裡面有教授 還有一些醫生 也是一間日本的防災害醫院 大型的 大型的 一般情況是不會修正的 OK 然後他就幫你打電話去預約 不是 然後我日本有個朋友 過來日本都十幾年交的 我又邀請他過來 幫我打電話去跟救護員說 說回你的情況 對 後來救護員都用了大概十五分鐘 然後他就去救護員也肯收我們 哦 那幾個小時 對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醫院就決定收我們 救護員立即載我去救護員 哇 那載了你去 這間醫院跟之前你說相對落後一點的醫院 又有什麼分別 好大分別 這間醫院很有儀式感 對 有清拆氣 對 一堆醫生十幾二十個在這裡等你進去 我救護車到醫院 對 那我就坐在擔解床那裡 對 然後左右兩排是大概十幾個醫生和菇律師 沒有發手的 一直在我前面做其他事情 就是按摩檢查 然後就馬上跟救護員了解我之前的成功 就是問你那些病例 對 好了這裡做了檢查 那你有沒有在這間新的醫院再留意 反而應該這麼說 這間醫院是沒有跟我做那麼多檢查的 他只是跟我做超聲波 那他一笑到一個問題 他就立刻幫我做一個小手術 喔 立刻做小手術 立刻做 就是他照完超聲波就已經知道你是什麼事 那時候他也不知道什麼病例 但他要解決了我 我要立刻走回 但他可不可以說他幫你做這個手術是做什麼 那些是抽菠蘿蓋的積水 對 抽積水 我也忘了這個名字 因為我入院的時候 菠蘿蓋或腳的關節全部都是積水 是很誇張的 整體都是全中了 那你做完這個手術是否真的覺得一身輕了 所以我可以先動一下 但是隔了兩個小時 其實醫生有跟我說 因為他們這間是防災害醫院 他們盡量留一些病床位 例如地震、海嘯、天災人禍 他就即時去醫院的情況 這些情況其實是建議你回家休息 因為醫生也跟我說 你兩天後再過來復診 我都擔心 醫生我其實睡了一個月在家 是不是真的兩天後我能走回 醫生也聽了我這樣說 他聽到我這個擔心 他也幫我整理手帶 他說你休息一下 如果你觸摸到六點七點鐘 都行不到 我和你安排入院 做完手術、驗完 最後是找得出一個原因 他的病名是日文也翻譯 但他們就知道 但醫生幫我做好所有事 人真的可以走回 現在可以跑到 你抽完水後兩小時 可以走回到 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你很開心 原來真的可以走回 你的腳是不能動的 就是這樣 但經歷完這個生死關頭的時候 你們兩人有沒有一刻 會不會選錯地方 或者對日本 大家都可能很喜歡來日本 會不會對日本這個國家 甚至大阪這個城市 會有不同的感受 比你來之前 沒有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紋身 第一間醫院 其實我也有懷疑 醫生是因為你有紋身 他有歧視成分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要經歷過 不然有紋身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醫生有一刻就問我 其實我也覺得你 可能是紋身的圖案敏感 而令你的腳這樣 但其實紋身我十幾年前 我現在才敏感 但同一個情況 我去到第二間醫院 那個醫生其實是 不介意你有沒有紋身 其他問題 有一次我就是 腳腫了 是脫不了對鞋 因為我脫起來 是很辛苦的事 我跟醫生直接 同手檢查 去幫我檢查 我說 很骯髒 他也跟我說 不介意不介意 那些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如果你去到日本 要找醫院 你真的要找清楚 不是 隨便去一間都可以的 其實你一個月 如果我是 加一間的話 可能我都會很擔心 整個月你真的躺著 動不了 你的腿不動 對 又要照顧女兒 對 這段時間 都很忐忑 心情很不好受 有少少辛苦 但都可以的 但我也沒有在香港那麼辛苦 因為始終這個感覺 都比較休閒 我明白 對 這個生死經歷完之後 我們有機會來日本生活的朋友 真的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什麼病痛 吃完藥 又真的沒有效 沒有什麼好轉 就真的找過另一間醫院 或者醫生去抗修一下 再去看看 究竟找出是什麼原因 好 聽完你們的生死經歷故事 我們這條片都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們兩個 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你們接下來 都身體健康 好 大家記得 Like Share Comment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